同样一个料 为什么价格会不一样 每次在出展之前 我们的货品是最齐的 我们会把市场上的 把保险柜的 把我们整个库房 全部移动到你们的身边 当然每次我们挑选的货品 每一支每一件 都是通过我们 严格行控过的 我们展会之前 也会起很多新货 带到你们的面前 你们只要来到展会 是第一个能够看到 我们的新货的 毛胚 我们要再起一批 给大家带过去 冰籽的 春彩的 飘花的 每一批料 我们都会挑向一些 完美度不高的 具有难度 挑战性的 打个样 给村友们作为参考 把有把握 完美度高的毛胚 我们会带到现场 根据我们村友们 喜欢的版型 圈口来定制 这两条冰籽的 很多村友 在前一段时间 看过 大家都担心 这个琴绿底 起出来 会不会达到 自己想要的冰头感 这次咱们跟它起了 这两条冰飘花的手足 灵动有意境 像山水画一样 特别的漂亮 四伙小圈口 喜欢冰飘花的 村友们 一定要来现场 像我手上 这两只春彩的 整眼看上去 颜色突出 而且很清爽 那我们做出来以后 很多村友就会担心 会不会翻白面 我们全部把它 做成成绩 看看它起货 以后的光彩 大家心里就有底了 盐黄之身 注重传承 传承文化 传承理念 传承关爱 希望子孙后代 继承发扬 而往往传承 也是不可言传 所以通常会选择一些物件 来赋予它所要传承的东西 让下一代得以继承流量 翡翠 留给家族后人的 不仅是看得见的财富 还有一些看不见的财富 古人云 道德传家 十代以上 根独传家赤之 富贵传家 不过三代 然道德无形 须以弃载 欲不实为一个完美的载体 9月22号到24号 我们带万件真贫飞出 在南京 欢迎你一起来见上